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 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有后劲 文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离婚后得到32套房 哇哦 我也想和她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我和男生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她为妈宝男吧 妈宝男这个群体非常奇怪 就她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她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她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她妈妈天天对她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她妈宝男 不叫她爸废男 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如果我拿了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 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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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